一个人是受到了多么大的伤害 才会让他走到这种地步 没有丝毫顾虑和犹豫 这部电影名叫感谢您的福意 该片讲述的是三名经历战争折磨的士兵回到家乡 希望回归常人生活的故事 以三个退役士兵为原型 今天就给大家讲解其中的一位 他就是开头自杀的那位 在回家的飞机上 三兄弟看起来心情都很好 看着这大男孩满脸的笑容 就能看出女友在心中多么的重要 小帅回到家 发现房间空无一人 不见女友中意 而且家里的物品全部都搬空了 他害怕了 他立马拉出手机给女友小翠打去电话 小帅不断的打着电话 可另一面却一直没有回复 就这样 他就在空荡荡的房间度过了一晚 第二天 三兄弟相约在酒吧见面 忠实小白说 小帅说 两兄弟为了不让小帅难过 在酒吧里抱起了小帅 跳起了舞 为了不让小帅做傻事 小白把小帅带到了自己家里 让他在沙发将就一晚 第三天 小帅开车来到了女友上班的地方 直接走了进去 战后的创伤再加上女友的不辞而别 他失去了活下去的希望 他开枪的时候是那么的决绝 没有丝毫犹豫和顾虑 躲过了枪林弹雨 他没有死在战场上 而是死在了不值得的回忆里 漫长的战争坚持下来了 而回家却只待了三天 如果你现在也正在受伤 记得找个人说说话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而别像他这样爱你们